老男人光机一身关上房门 假装离开了房间 随后他快速躲到了叼向的后面 紧接着密室的暗门被悄悄推开 只见一个没穿哪衣的游物赤脚走了出来 他边打电话边走进厨房 有玉脚指头不小心扎进了玻璃 女孩坐到椅子上 抬起脚就开始瞬息 满园的春光也顿时暴露无遗 也许是看得太出神 老男人的手机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看着女孩惊恐地躲回了密室 老男人迅速开门离开了房间 没想到他刚刚跑到别墅外面 女孩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老男人只好再次返回 前后一回的功夫 他就被折腾得满头大汗 女孩歇私底里地让他赶走房间的人 为了缓解女孩害怕的情绪 老男人直接承认 他就是刚才那个偷窥的人 女孩听后更加地崩溃 不但要跟他断绝关系 还要他立刻滚出去 就在老男人试魂落魄地准备离开时 拜托 别走 别走 老男人小心翼翼地走到女孩的身边 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女孩的脸 天使的面旁让老男人瞬间沦陷 他以为自己抓到了女孩这个猎物 殊不知 高端的猎人往往会以猎物的心事出现 欧德曼看上的是女孩的长相 而女孩看上的则是他那价值一万的财产 欧德曼既是古董鉴定师 又是拍卖师 两个相关的职业结合起来 让他有了巨大的套利空间 他会先以鉴定师的身份 说自己看上的画作是艳品 然后再把画以艳品的价格进行拍卖 拍卖的时候 让好机友老白混在买家之中 两人在一唱一鹤的情况下 就可以轻松地一抄低价把名画收入囊中 比如这幅价值800万欧元的名画 在欧德曼这么一番骚操作下 老白仅用了9万欧元就拍了下来 然后欧德曼在以18万的价格 从老白手里购买 老白虽然赚到了钱 但远远不及欧德曼的一个领头 有时候一旦做不好 还会爱欧德曼一顿筹骂 老白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两人就这么几十年的合作下来 欧德曼赚了满满一无子价值连城的世界名画 仔细看我们会发现 这些名画全都是女人 因为欧德曼是一个老出男 这些女人的画像就是她的妻子 之所以一直没有娶妻 是因为欧德曼有高度的洁癖 她从来不愿接触任何人 不会摸别人摸过的任何东西 甚至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戴着手套 家里更是珍藏着满柜子的各种手套 这天她突然收到了克莱尔的电话 说是家里的别墅里有很多股东 想让她帮忙顾家 欧德曼本来并不想搭理她 奈何克莱尔电话一个接一个 无奈欧德曼打算亲自去看一看 没想到第一次就被放了鸽子 别墅的大门紧闭 破败的院子内看起来空无一人 欧德曼在大雨中等了足足40分钟 也没有见到克莱尔的身影 再次接到克莱尔的电话 她大发雷霆 克莱尔解释说 她在路上不幸出了车祸 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躺着 欧德曼也没再说什么 几天后欧德曼再次来到别墅 这次是别墅的管家出来迎接 欧德曼只是在房间简单扫尸了一眼 就确定这些家具并不值钱 然而就在她查看地下室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了地上的齿轮 她感觉这个东西不简单 于是悄悄捡起放进了口袋 接着就带着齿轮找到了机械师好友 机械师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这更加引起了欧德曼的好奇 在此电话联系的时候 克莱尔承诺一定会去别墅 让欧德曼先清点别墅的物品 在清点的过程中 欧德曼又发现了几个齿轮 此时克莱尔的电话打了过来 并在此抱歉他不能过来 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候 边上的梯子从楼梯滑落 欧德曼听出对方就在附近 一番寻找之后 他确认克莱尔就躲在房间的某个角落 愤怒的欧德曼一脚踹翻了 就在他要爆发的时候 克莱尔说晚上9点再打给他 接着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欧德曼带着新捡的齿轮找到机械师 机械师查看之后说 这可能是18世纪的老古洞 不过到底是什么 仅凭这几个齿轮还不能确定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欧德曼私下联系了管家 再给了一笔不错的小费后 管家说 他在这别墅工作了十多年 从来都没见过克莱尔的面 因为克莱尔得了一种怪病 当得知对方有病 欧德曼开始打电话道歉 然而克莱尔却发起了标 结果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就在欧德曼一筹没战的时候 机械师这边有了进展 齿轮上发现了一行客子 我康桑 这可是18世纪机器人制造者的名字 据说他当时发明了会说话的机器人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时的技术并没有传承下来 机械师说 只要能找到足够多的零件 他绝对能重组出当初的原型 几天后克莱尔又打来了电话 不过这次他依然没有露面 欧德曼从声音来盘断 发现他就躲在墙壁的后面 克莱尔解释说 自从得了怪病 我已经十多年都没有出过门了 这就跟你总是戴着手套一样 我只是不想接触任何人 谈话间 欧德曼又发现了一个齿轮 这次两人并没有争吵 欧德曼放下合同就离开了房间 他拿着齿轮找到机械师 如果能够复原这个机器人 他的价值将无法顾量 之后清点家具的过程中 欧德曼一有时间就收集机器人零件 这天克莱尔把签好的合同递了出来 欧德曼发现还有些资料没有填 克莱尔递出一张过气的护照让他吵 就在归还护照的时候 欧德曼看到了一只清澈的眼 只一眼欧德曼就被深深地吸引 克莱尔感觉到自己被冒犯 大妈他不该改变头发的颜色 欧德曼也气愤地离开了房间 在楼下管家上前拦住了他 说是克莱尔让把钥匙交给他 以便他可以随时过来清点东西 管家还顺便提醒 关门的时候一定要用力让克莱尔听到 否则他很容易惊慌失措 晚上跟机械师见面的时候 欧德曼开始向他讨教泡妞的秘诀 毕竟他可是一个泡妞的高手 机械师说时间总能够磨合一切 随后欧德曼就洗去了染色的头发 恢复了头发之前本来的颜色 之后的一段时间 两人一有时间就会电话聊些拍卖事项 然而这天电话却突然打不通了 之后的连续几天依然都打不通 着急的欧德曼只好联系了别墅的管家 管家说自己得了肺炎已经住院一周了 这意味着已经一周没人给克莱尔送吃的了 担心克莱尔出现问题 欧德曼赶紧买了一大堆吃的来到别墅 在房间连续呼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 接着他在厨房看到了带穴的毛巾 欧德曼顿时慌了 赶忙跑到密室的外面不断敲门 克莱尔说几天前他身体不舒服 打电话又联系不到任何人 结果不小心摔到撞破了头 这让欧德曼更加的担心 当晚欧德曼带着新买的手机找到机械师 希望机械师能教他怎么使用 有了手机两人联系就方便了很多 欧德曼总会在密室内跟克莱尔聊天 谈话间他会不断地扫视着墙上的美女 想象着哪一个才是克莱尔的样子 相对于挂在墙上的冰冷的收藏 他更加渴望电话那头鲜活的女人 再次核对清单的时候 欧德曼挽起了信念 他走到门口光机一声关上房门 自己却悄悄地躲在了石像后面 听到关门声 克莱尔从密室内走了出来 环顾四周确认房间无人之后 他把房间的大门上锁 欧德曼终于看清了克莱尔的容貌 这张脸比他收藏的任何名画都要美丽 眼看着克莱尔朝刀向走来 为了不被发现 他拨通了克莱尔的电话 趁着克莱尔去房间接电话的功夫 欧德曼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再一次去别墅的时候 没想到大门已经换了锁星 一时间电话也联系不上克莱尔 欧德曼只能在对面的咖啡馆里等 等管家过来收拾东西的时候 欧德曼趁机来到了房间 克莱尔解释说 大门每个半年就会更换锁星 并把新的钥匙提前放到了桌子上 欧德曼开始跟他讨论他的病情 希望他能尽快地走出密室 克莱尔说他这是空旷恐惧症 这么多年 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会让他恐惧 是一个名叫日日夜夜的餐厅 墙的那边却没了回应 此时的机器人已经拼出了大部分 欧德曼却觉得 自己跟这个机器人一样还不够完整 这晚欧德曼也说出了一只美女友的原因 他敬畏女人也恐惧女人 总感觉不够了解女人这个物种 但这次克莱尔好像不一样 克莱尔马上就要生日了 欧德曼想送他一件实用的礼物 机械师告诉他 初次送礼物最好还是浪漫为主 于是欧德曼为他捧上了一束鲜花 克莱尔却对报价表发出了质疑 认为他给出的报价实在太低 欧德曼解释说 那上面的价格只是起拍价而已 欧德曼也顿时火猫三丈 不仅说要辞去委托人的工作 还愤怒地把鲜花撒在了地上 可当看到机械师跟女友的亲密互动 欧德曼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理智 当克莱尔打来道歉电话的时候 接着欧德曼又来到密室外陪克莱尔聊天 临走的时候 他又像上次一样顾忌重视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克莱尔不小心扎伤了脚 就在他瞬息脚上伤口的时候 看得出神的欧德曼 手机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克莱尔听到有人害怕地躲进了房间 欧德曼趁机跑了出去 接着又被克莱尔电话叫了回来 来回地折腾 让欧德曼顿时满头大汗 他第一次摘掉手套擦去了脸上的汗 克莱尔也勇敢地走出了房间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克莱尔的脸 欧德曼感觉自己已经把猎物拿捏 机械师告诉他 要想更好地得到他 就要把他当成正常的人来看待 于是欧德曼去给他挑选了衣服 克莱尔也开始敢走出密室时穿 遇到拉不上的拉链 还会让欧德曼打把手 欧德曼则会摘掉手套上前帮忙 从此欧德曼工作开始心不在焉 送他化妆品的时候 克莱尔再次变得招狂 他认为欧德曼就是想尽快把他带出去 随后生气地关上了密室的门 为了能够缓和两人的关系 欧德曼在别墅安排了一顿珠光晚餐 克莱尔第一次主动亲吻了欧德曼 两人也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交谈 再一次确认宣传清单的时候 克莱尔非常的满意 并主动为欧德曼打开了密室的大门 正当两人聊到投入的时候 欧德曼看到了柜子里的机器人 克莱尔说这是他父亲收藏的东西 他一直都搞不懂这是什么 欧德曼看了一回说 克莱尔顿时又来了脾气 看到克莱尔生气 不太了解女人的欧德曼 意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吼 在跟机械师讨交之后 欧德曼为克莱尔选了一个名贵的戒指 等他带着礼物来到别墅 却发现克莱尔不见了 欧德曼顿时慌张了起来 在房间内寻找无故后 他又着急地跑到对面咖啡馆询问 得知克莱尔可能去了不远处的公园 欧德曼赶忙带上人去寻找 要不是助手提醒 他连这天的拍卖会都给忘记了 拍卖的时候 满脑子只有克莱尔的欧德曼 根本不在状态 拍卖会也被他搞得乱七八糟 赢得台下的观众哈哈大笑 看着欧德曼完全没了状态 好有老白好心地提醒 人的情绪就像一书品 是可以伪造的 看起来像是真迹 其实是严品 面对满屋子的名画 欧德曼陷入了沉思 可还没等他仔细思考 机械师提醒他去看看 别墅有没有其他密室 管家带他爬上了阁楼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蜷缩的克莱尔 欧德曼上前温柔地 把他揽进了怀里 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一次跟女人同床共枕 欧德曼激动得一晚上都没合眼 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美好 欧德曼希望尽快让克莱尔走出别墅 这晚大雨中 欧德曼刚从车上走下来 一群人突然从周围冒了出来 上前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欧德曼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看着别墅内房间亮着灯 欧德曼拨通了克莱尔的电话 当看到欧德曼躺在地上的大雨中 克莱尔终于突破了内心的恐惧 从别墅中奔跑了出来 看着奄奄一息的欧德曼 克莱尔直接冲到马路上拦车 很快欧德曼被警机送进了医院 看着病床边着急的克莱尔 欧德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的计划终于得逞了 出院后 欧德曼带着克莱尔来到了自己的别墅 与其说这是家 欧德曼更愿意说这更像是酒店 因为这里缺少一个女主人 欧德曼不仅带她参观了别墅 还带她进入了从不对外世人的迷失 欧德曼说 只要你愿意搬过来住 这整屋子的名画都是你的 克莱尔激动地抱住欧德曼说 如果有什么必要起来 我希望你知道我爱你 我也爱你 几人一起到餐厅内吃饭 席间欧德曼拿出了 克莱尔别墅的拍卖清单 这也是最终的拍卖方案 没想到克莱尔突然说 自从我决定搬到你这里住 我突然不想再拍卖家里东西了 欧德曼不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直接亲手撕碎地拍卖清单 为了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欧德曼宣布 等参加完下一场伦敦的拍卖会 他今后将不再主持任何拍卖 拍卖开始前 欧德曼还幸福地包了一回电话周 拍卖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结束 欧德曼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在房间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克莱尔 管家说克莱尔和机械师出去了 可能晚一点就回来了 欧德曼看到了老白给他寄来的话 他想把他也放到自己的密室 可当进入密室的那一刻 欧德曼的头突然一阵悬泳 原来他一辈子的收藏全都不见了 欧德曼在原地愣了半天的时间 这才发现了放在墙角的机器人 等他失魂落魄地缓缓走向机器人 突然触发了机器人的机关 这时机器人开始了说话 欧德曼从机器人底座拉出了一个录音机 原来这就是机器人会说话的原因 欧德曼匆忙来到别墅 曾经的门锁已经换成了铁链 他不甘地疯狂地摇晃着铁门 然而别墅内早就已经没了人 欧德曼来到对面咖啡馆等待 老板看出了他的心事说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问问那个小矮人 没想到这个小矮人也叫克莱尔 小矮人说 现在别墅空出来了 如果你要租的话算你优惠 原来他才是别墅的主人 平时会把别墅租给拍电影的人 欧德曼终于明白了 原来房间的一切都是他们租的 这也是为何最后不愿意拍卖了 不死心的欧德曼又去了机械师的小店 这里也早已经人去楼空 克莱尔的电话也已经无法不通 欧德曼查看老白寄来的那幅画的背面 送给欧德曼 并献上爱与感谢老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白的阴谋 是他对欧德曼分赃不均的报复 欧德曼一直以为老白在为他打工 这一刻他才发现他错了 欧德曼本想去警局报警 可当想起跟克莱尔一起的快乐时光 他还是放弃了报警的想法 欧德曼不愿相信克莱尔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于是他坐车来到了克莱尔说过的广场 那里有一家不会让他恐惧的餐厅 经过一番寻找 欧德曼果然找到了这家名叫日日夜夜的餐厅 他推门走了进去 这个餐厅装修得非常奇怪 大大小小的机械装修排列有序 欧德曼找一个对门的座位坐了下来 服务生走上前问 欧德曼冷了半天的时间说 是的他在等一个人 等一个他永远都等不到的人 最佳出嫁是由朱塞培托纳多雷指导 上映于2013年的《爱情悬疑》电影 性情古怪的欧德曼 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失手 结果却被从不愿露面的克莱尔吸引 特殊的交流方式让他逐渐着迷 本以为自己是记忆高超的猎人 没成想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心事出现 对于一辈子都未曾品尝过女人的老男人 仅仅一次的体验 就让他损失了积攒了一辈子的财产 都说色子头上一把刀 没想到是事过真如此 不说了 我要去删除女朋友的联系方式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